耳闻泛音轻流,眼观禅画妙境, 脾会隔岩意趣,验证生活授意,自自流露自信,聚聚智慧结晶, 进入自我正觉,悟出人生真理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听老人言。 古人常说,学道不复初心,成佛有余。 意思是说,如果一个人修行都能保持初发心那样的精神, 没有一个不能成就的。 古人也常说,学佛一年,佛在眼前, 学佛两年,佛在天边,学佛三年,佛化云烟。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? 让我们一起聆听今天的答疑解惑。 学佛到底从哪里学起? 学了这么多年,为什么不得力? 学佛的总纲领就是静业三福。 静业三福第一条, 教养父母,奉事师长, 慈心不杀,修食善业。 怎么落实? 孝亲,尊师,我们用弟子归落实。 慈心,食善,我们用食善业道经落实。 一定要从内心里去改过。 断食恶,修食善。 断食恶,修食善,最具体的, 就是把弟子归落实。 字字句句都做到。 食善一点都不困难, 然后才能够入佛门。 食善真做到,我们修学才有根。 像树木一样,它有根才会生长。 古人能做到,我们为什么做不到? 是我们不肯做,要肯做很容易做到。 所以,从哪里学起? 从食善业道学起。 食善业道是人天法。 佛法是建立在人天法的基础上。 有食善业道,所以后面才有三规。 这是基础的基础。 不从这上面来修。 第一条没有,决定没有第二条。 第二条。 寿持三规,聚足众戒,不犯威矣。 寿持三规是,念念绝而不迷。 这是规依佛。 正而不邪,是规依法。 静而不然,是规依僧。 我们从弥邪染回过头来,叫规。 回来,回归。 一觉正静。 觉正静就是自性,就是性德。 。 觉正静圆满了,就是如来,就是究竟佛。 这是一切诸佛,教化众生,最高的原则。 很多学佛的同修,都受了三规。 受了做不到。 三规,规是回归,回头。 一是依靠。 你真的回头了吗? 没回头,还是老毛病,老习气。 一是依靠三宝。 你没有依靠三宝,还是依靠自己的贪嗔痴吗? 三规是,学佛总的指导纲理,总的原则,总的方向。 总的目标。 一进佛门,先教你。 你以后,一生不管学哪个法门, 不管学哪个宗派,都不能够偏离这个原则。 偏离这个原则,你就走错路了。 最后一条是,大圣佛法。 发菩提心,深信因果。 念佛是因,成佛是果。 读诵大成,劝尽行者。 这两个纲领原则,就像盖大楼一样。 它是骨架,钢架。 千金万论,无量法门是里面的装饰。 骨架太重要了。 没有骨架,什么都搞不成功。 千金万论,对我们也没有用处。 我们不能长久。 今天,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 下一集,我们将讨论关于如何听经的问题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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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